哈囉,我是阿滴 我是滴妹 我們在WebTV Asia的 網路紅人志 這個蠻多人問到 為什麼我叫阿滴 這是因為我們姓都 都市的都 姓比較特別 然後我的英文名字是Ray 所以我的全名是Ray Du Ray Du的縮寫就是RD 那時候我是剛出社會 然後我有一份正常的工作 我在一個網路公司 做教學顧問 然後那時候想說 我就把閒家的時間拿來 融合一些我的興趣跟專長 就是我喜歡 分享學習英文的東西 然後我就會做影片 就把它融合在一起 想說 可以把這些影片做出來之後 放到網路上面 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整個頻道的核心 就是有趣的教育 我們打破一些英文分數啊 或者是科目的框架 然後用有趣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吸引他們的興趣 然後甚至是 看我們影片之後 可以去自助學心 他的第一次上鏡頭 第一次在鏡頭前面 然後我反過去 我在鏡頭的後面長鏡 是有一次我真的病得太嚴重 因為我有那個過敏 皮膚過敏的狀況 所以那一天真的太嚴重 但是又要上片 所以就不得已的 就推了妹妹出來 讓妹妹當第一次的主持人 因為她其實也蠻緊張的 那一次之後我發現 大家就是也很喜歡滴妹 她出來之前 因為她都一直長鏡嘛 對 那我們自己在拍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 比較像是 就是我們兩個之間的互動 所以我在開場玩笑的時候 滴妹就是我妹就在笑 然後就會有一個很自然的互動 所以我們在影片裡面 會保留這些東西 所以很多人說 這個影片的靈魂是滴妹的笑聲 很多人喜歡滴妹的笑聲 所以她出來的時候 她也說 原來是妹妹 然後她長這樣子 就比較有一個感覺 嗯 那時候我們兩個 已經都全職投入在這個職業上面 所以當你沒有流量 就等於是沒有飯吃 那四月到六月的時候 我們做的 我們花的時間是兩三倍的時間 做的影片也是兩三倍的影片 量都提高 但是我們的流量卻是之前的一半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 不斷的討論 也給自己設了一個停順點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2016年的年底 還是這個狀況的話 那我們兩個人真的可能就要考慮說 要去找一個正直的工作 才能夠養活自己 對 我們兩個都 是那個嗎 對 共同最喜歡的 應該我們在想的是某一個嗎 我們一起講 欸 好 一二三 十句常用論 那是把我們從那個瓶頸拉出來的 第一個 第一個影片 所以它是我們三個月低潮之後的 一個希望之光 對 所以我們對它的印象都 非常深刻 這個影片對我們意義很重大 雖然說它可能不是我們頻道上面 觀看次數最高的 但是它在我們兩個心中的地位是還蠻高的 那這支影片是我們真正聽了粉絲要什麼 然後去做調整之後 一起製作出來的影片 我覺得現在網路時代最終還是回歸到社群 我們最好的意見都是來自於我們的粉絲 我們實際上問他們說你們到底想要看什麼 而不是我們單純的說我們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因為之前在粉絲有收到一封私訊 因為他說其實他的哥哥在暑假的時候 就是出車禍去世了 所以他就是一直處在一個就是非常低潮 沒有辦法走出來的這個狀態 但是就是因為就是看到我的影片之後 他覺得就是有受到鼓舞 然後就覺得他好像可以繼續再往前走這樣 我是收到這封信 然後我覺得就是蠻衝擊的 就是雖然我們可能就是在做我們覺得我們興趣的事情 或是我們覺得可能會有幫助的事情 但是沒有想到就是真的在私生活當中 我們的影片會實質幫助到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DICRT 然後也受到他很大的影響 那時候我想說廣播如果可以把我的訊息傳達給更多人聽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酷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以來就是在訓練自己的口說的能 那到後來我覺得現在是有一點變相的達成了這個夢想 因為我現在沒有在電台廣播 不過我是透過我自己的頻道來去廣播我的想法 廣播我的作品 我其實有很多其他頻道的Ideas 我想要做一個是很騙子的頻道 就專門給小朋友看 然後它比較不是教英文 它是把你沉浸在那個英文環境裡面 可能是透過英文卡通或是英文的Beachoverman 就是圖畫書 我另外一個想要做的是 然後我有幾個我很崇拜的國外YouTuber 那其中一個是Philip Philip Ducranco 他的話呢就是 他會把國內的比較重要的新聞 透過他的角度消化之後再跟他的Beaverse講 然後我自己原本也有想過要不要做一個類似像這樣 我覺得我們幸運的是得到一群就是很支持我們的小弟 很支持我們的粉絲 透過他們的支持就是 第一個當然我們會覺得我們在做的事情是很有利益的 我們在幫助他們 改變他們對於學生態度 那第二個就是很實際的是 我們可以養活自己 透過小弟們他們 給我們的不管是觀看也好 或是直接上的支持也好 那我們可以把興趣當作是職業 這樣子持續的把免費又有品質的東西放在網路上面 掰掰 掰掰 記得要訂閱我們喔 訂閱阿尼文 每個禮拜一是晚上 九點 準時卡目 來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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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